2015年 觀眾馬爹來想問 它是110元買的 它說現在加著很不好 前景怎麼看呢 這一陣子理想 都算是電動車的新勢力裏面 幾隻都升得很多 幾隻都升 但是如果你說即是升幅上 理想是最Sharp的 因為它今天有部新車發佈 那輛L9 看回現在市場的review 就好像都不錯 價錢不是買得便宜的 四十多萬起標 但是看回一些性能等等 好像看上去都OK 所以大家就覺得 因為之前本身理想在過去那兩年 那個銷量很大程度 基本上都接近九成 就靠了一部L1 就是理想1那部電動車 現在你說多一部旗艦的新車 都是做SUV的 有機會可以進一步拉動的銷量 還有這一批內地有很多 有很多關於新能源車的政策 推 所以在這些因素底下去升 都解釋到 但是都是那句 如果你說在一間公司 連續的三個星期 那個股價由一百元不到 升到一百五元 你說短短三個星期升到五十個巴仙 就算一些多厲害的那些因素 剛剛提到的那些政策也好 新車也好 我覺得都應該是 反應得七七八八的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才去追去買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直撥 而且都要小心 因為剛剛提到 如果你說美國的利率升 國債的那個Yield升 對於這一堆的新勢力股份 或者股值高的股份 仍然都有壓力 所以都是那句 如果你說沒有貨這些位置 我就寧願再觀望一下 所以